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題目 這東西有微分 分母平方 上面微分 這個根號是二分之一翅膀 所以你微分是二分之一拿下 它這個翅膀就變成 二分之一-一個變 負二分之一 負二分之一其實寫在分母的意思是這樣 這就叫負二分之一 然後呢 根據簽入了 s平方加1要微分為2x 可以寫在這裡 或者我把它寫在這裡 然後再乘x加1 所以這個微分比較麻煩 s加1是造草 然後再剪掉 換這個微分 這個造草 這個微分是1 直接答案就是這個造草 s平方加1造草 不好 我們要把它剪出來 再來呢 當然這個2可以消掉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答案 這樣子 很醜 因為它有三層的 我把它乘這個根號 把這個分母去掉 乘以s平方加1開根號 這2已經消掉了 它一乘 那就變成就分是這一部分 那這個根號乘根號 就根號就不見了 變成這樣 好 下面當然也要乘 下面也要乘 我們乘的就是這個 s平方加1開根號這樣 這樣個答案比較好看 那這個s平方 跟這個s平方消掉 剩下s-e這樣 那這個就是這個 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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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